大家好 欢迎来到成熟 美国陈老师 一个家长问我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个护理专业在美国这么火 但是中国学生很少去学 我今天来分析一下 我在以前曾经讲过两次 关于美国的护理专业 那么根据美国劳工局的BLS的数据 如果是护理专业的话 一个register nurse就是一个注册的护士 他每年的平均年薪是75,330美元 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年薪了 那么而且护理 他在美国的就业的增长是7% 就每年7%是平均的就业增长要快的 在美国现在就是在2019年 有309万6千护士的职位 他的工作展望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读护士 那么在美国 他是不需要很高的这样的学历的 比如说想当在美国 想当注册护士 你可以有三种教育途径 第一个就是护理学的学士 第二个就是护理学的副学士 就所谓社区学院 再有一个就是上了护理的课程 拿到文凭 就可以去作为他的教育的要求 就可以达到了 注册的护士就必须得有执照 那么这么一个好的专业 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不学 我想我总结了一下有七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护理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服务性行业 对吧 虽然护士 他不是说是像护工那样 断食断尿 但是他也是一个服务的行业 你要面对患者 对吧 你要打针 你要给他服药 做这些工作 那么美国的护士 比中国护士分层分的专业更加的细致 但是他本身还是一个服务的行业 第二就是说在华人的眼里 就不光是在中国的华人 还有在美国的这些华人 其实都有好像有一个鄙视链这样的 就是说你们家孩子是护士 那人就想你这个也不是医生 护士上面还有一个医生 所以就觉得说是很不好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太太一个同事的儿子 就是一个男生 他读的护士 他后来到宾大的护理学院去读了一个硕士 现在是麻醉硕士 他一年的能挣20万 那么他自己也很高兴 就是说你不用管别人是不是有这个鄙视链 你还是要看自己 那第三点就是护理行业 在美国它是一个监管的行业 它必须要拿证上岗 那拿证上岗 可能对有些中国学生就觉得 太麻烦 因为他不像比如说我是搞编程 搞什么的 我只要有编程技能 雇主要我就可以上了 但是护士必须要通过每周的政府的考试 比如说我在宾州要从业 我就要宾州的护士证 我要去旁边的新泽西州 那就要有新泽西的护士证 还有一个就是护理这个行业 它的实践性非常强 它这个学历要求不高 对吧 虽然它有 我原来介绍过它有专科本科硕士博士 但是基本上来讲 在美国的实际的工作当中 有专科或者本科就能当一个很好的护士 而且很多护理的职位 到最后你也不需要更高的学位 你这个学位低 其实是很多中国留学的家庭 他不太希望 他希望我的学位很高 但是护理有很多地方 是不需要你有硕士学位的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的护理证 他拿到中国的护理 到中国它不太通用 因为护理是一个强监管的这样一个行业 中国你可能还要考中国的一套 拿证上岗 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说 他的知识体系不太能通用 第六个就是 可能是中国的一些家长的一些想法 就是中国的护士挣钱不多 其实美国的护士挣钱是比较多的 一些人他的固有的观念 在你去趟美国就学着护士挣了点钱 好像不行 其实他不知道 在美国其实护士是很尊重 挣钱是很多的 再有一点就是做护理这个工作 他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 你要面对着患者 医生 医院的管理人 病人 家属 这些 这些他并不是中国学生的一个特长 中国学生好多愿意干什么 就像我们第一代移民 我就是去干一件事 对吧 我比如说是编程或者研究工程 或者研究物理化学 我干一件事 这样我把这件事干好了就行 而比如说你说当律师 当护士 他可能就有可能不太胜任 这样子 大家不愿意做 很多人就是不做护士 其实并不说明了这个工作对中国学生不欢迎或者是不能做 恰恰相反 在美国现在的护士是非常紧缺的 我有几个学生是学护士的 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得到了他雇主给他支持 办身份 办绿卡 而且呢挣钱也很多 有一些情况的雇主呢说还鼓励他们去继续的这个深造 那我还有学生呢 比如在院护占斯护理学院 在宾大的护理学院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360行吧 反正就是你只要呢 是知道自己的这种特点 知道自己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定位 其实呢 学护士呢也是一个未来的选择 对吧 如果你是新系 然后呢又喜欢这个又愿意去帮助别人 又比较对这种生命科学的这些领域呢 比较感兴趣 其实是可以考试这个护理专业的 好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 基本上来主要是针对这家长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护理在美国这么活 但是在中国留学生 这个当中学的人不多的这个问题 现在其实在美国学护理的这个人越来越多 因为据我所了解 在中国的尤其是国际医院大城市 他其实需要很多高层次的护理的人才的 好 今天讲到这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如果你对留学美国 包括选校选专业 升学转学就业指导 还有一些开除劝退的一些问题 那么如果有问题严答证 都可以来联系我 联系我的同事 这是我们后人的主页 我们一定抽时间来给你解答 最后感谢你观看关注 回赞和转发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